来吧 马老师 好了 马老师 当你了 马老师 马老师 对不起 你没有别的人可以选择了 只有我 要不我说说我自己 你开心开心 我说说我自己 开心开心 看跟马老师想的一样不一样 他先说 你要不先自我见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感觉 你开心吗 马老师不太认识你 贵心 我叫宋泽 生日是1998年5月23号双子座 你是双子座 有话了 来 讲讲讲 说一下 说一下 那马羊座好怕双子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说不过你 那行了 那从此以后 就录这节目马老师 我就站起腰板来了 我就皮肤绷紧了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 比较爱战斗 就是我们老有那种 互相弟子 就是你要起范儿了 然后就起范儿了 但是每次跟双子座 就是一起范儿就掉地 就起不了这个范儿 对 就 那 再给一些信息 再讲讲 我们第一次见识 在跑男的时候 对 我想起来了 那个时候 那也是咱们第一次相见 对 你怎么回事 我想起来了 她记忆起来了 她记忆起来了 那也是咱俩第一次相见 还有宝贝姐 还有宝贝姐 对 还有她 对 因为我知道 但我就是 我听过传闻 就是 就是 你们俩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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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苹果CP 对 苹果CP 所以你们现在 还好吗 你们俩开心吗 我们俩现在不行了 我们俩那个 刚刚刚从女郑局出来 就不行了 苹果现在不怎么夹了 现在不行了 现在觉得那个苹果 其实都有问题 对 妈 是这样 是因为你刚才这段 分享的过于精彩 我现在其实觉得 不知道左儿的恋爱中 什么性格 我都觉得OK了 我知道了 得到的更多 我帮你分析行吗 我帮你分析行了 因为大家都了解一下 好好 我觉得左儿是那种 就是看起来就是 好像非常开朗 然后可以交很多朋友的那一种 但其实她内心感觉 对情感还是非常的保护的 非常专一的一个女孩 你看我干什么 我在看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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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是听过你 你看我 你自己问什么 我再问她 我再问她 是这样吗 不是 问题没问题 只是麒麟有点拘谨的 要一下 没拘调 那是变成马老师吧 我觉得马老师可能 我觉得马老师可能 是那种反差最大的 就是反差 就是没准可能在外面 就是这样 然后回去 哎呀我怂了 对 是这样吗 你对另外一半会很温柔吗 是而且话比较少 我在外面话多一点 我可能是也是看我父母的相处 因为我一家都是白羊座 我爸就是那种 就是在在 就是可能是说的少一点 做的多一点 然后但是 唯一说的时候就是都是在吵架 因为我们家也就是 都是在战斗 就时时刻刻在互相战斗 来自战斗战斗的家族 我就是 属于那种就是在家里 是属于服务型 就是我 你会做家务吗 会 希望 拖地 收拾家里 写稿行不行 你写稿 但是你要说策划这方面还行 你听 嘴心找着了 嘴心找着了 找着了 我记着我记着找着 是一个新组合友的 马头琴 来来来 哎呦 哎呦 但是马老师真不错呀 我特别喜欢跟人战斗 这怎么就改了 薛姐改了 那个马头琴摔坏了 摔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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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